很开心跟大家认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好的问题 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这是金刚经讲的 大家都知道 金刚经说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那当然只要是像 它一定是有形的 有色的 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有违法 有违法 这个违就是一种造作创造出来的 违就是造作创造出来 那你病毒 是不是也是有违法 对啊 你科学家他在研究病毒 是可以看得到 甚至我们在网络上 都知道病毒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病毒 当然也是虚妄 那我们会说 一切都虚妄 那病毒也是虚妄 那生病这件事情也是虚妄 生病甚至甚至往生了 是不是也是虚妄 通通都是虚妄 可是虚妄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这个概念我们要很清楚 所谓虚妄的虚就是很空虚 既然是这么空虚 表示它是不实在 没有办法让我们百分之百依靠 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相信的 妄就是一种错错误 所以它会欺骗我们 所以我们常讲虚妄就是虚妄妄 又是这么的空虚 飘渺 你抓也抓不到 你想要真正的 百分百的去感受 然后想要去拥有它 或者病毒我们想要去排斥它 百分之百把它推开 这个都很难 所以在十二因缘当中 有爱取友 爱就是我喜欢 取我就要想要拿到 那病毒刚好就是爱的相反 是我不喜欢它 我讨厌它 厌恶它 恐惧它 害怕它 那取当然就变成我要抵抗 我不想要它 我拒绝它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 人世间就是在这里 爱取或者厌恶 讨厌拒绝 我们一直在这当中挣扎 因为我们把它当实在 我们看不到它的虚妄性 那既然是虚妄 表示它是暂时的存在 这就是暂时的假有 所以刚刚说病毒 它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病毒是不是真的存在 是 是存在啊 可是它是假的存在 它是虚妄的存在 它不是永远真的不会变的存在 所以它一定是虚妄性 你看光从一开始 COVID-19那个病毒一直在 到现在有多少variants 一直在变化 将来会不会再变 会不会 所以这个变就是我们佛法里面 讲到的改变 变化 那这就是无常性 既然它是无常的 它不是固定实在不变的 那不是虚妄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开始 你说研发疫苗 针对刚开始最早的这个病毒 大家就很有信心啊 觉得我们可以战胜病毒 可是这个疫苗是不是也是实在 也不实在 疫苗也是虚妄啊 那疫苗挡得了第一种病毒 挡得了其他的吗 不一定 所以我们从信誓旦旦打一针 我就可以免疫 可以健康 到变成两针三针四针 会不会第五针第六针 都有可能 对啊 所以人家讲说 当然你疫苗有它本身的免疫力 可是我们自己的心当中的免疫力 这是最主要的因 绝对不可以忘记 所以如果我们外在的这些有形的 你的这些hydrogen 你把它做好的话 那当然就是很好的一层防护 可是如果你外在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可是心当中一直恐惧害怕 能不能远离颠倒梦想 不可能 所以我们一旦无法远离颠倒梦想 有没有可能就近涅槃 不可能啊 能不能变成佛 更不可能 因为我们已经离佛越来越遥远 佛就是正念 就是觉 就是清静心 可是我们把这些病毒当实在 你看不到它的变化性 我们没有办法随处自在 随着它的变化 然后去做更改 那么我们就是把它的虚妄当实在 这样了解 那你说 死亡是不是也是虚妄 对啊 两眼一灯 两脚一生 两脚一生 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就近解脱 我们还会到下一世啊 那你从这一世到下一世到生生世世 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对啊 我们的形象会变啊 我们这一生是 这一生我们是人 下一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对啊 就像刚刚说的 诶 有学还是无学 有学还是无学 我们还在学 这一生还在学 也要一直学 甚至到来生 还要不要继续学 要 成佛呢 要不要学 也要学啊 所以成佛是无学 也是有学 无学 无学 因为佛已经都圆满了 当然无学 可是有学就是 要把这个菩萨的学处 把佛跟众生的因缘 永远都是放在心当中的 对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些 刚刚讲的病毒啊 或者生死啊 这全部都是虚妄 因为它都会变化 那既然是虚妄会变化 它就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无违法 那所谓的追求无违法 是我们要学习 要去体验 要去亲身经验的 那真正的无违法 我们学了以后就发现 连学这个无违法的学 也是空谷 方便 对 对啊 但是这个方便 其实本身也是究竟 看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它的空性 体会到它的实在性 体会到它的实相 对 这一切都是虚妄 重点就是 既然叫虚妄 我们不要被它骗了 它是暂时的假有 然后虚妄就是暂时的假有 一定要记得喔 有它是存在 我们不要以为虚妄就是什么都没有 它是有的 只是我们不要被它的有给骗 我们要看穿它 看透它 你就知道这个有是暂时的啊 那既然暂时我为什么要在意它 因为那个杯子是不是暂时的 是啊 刚买的时候 欸很漂亮啊 颜色色泽都非常好啊 有面很光滑啊 可是用久了它会不会坑坑坑坑 会不会顿色 会啊 保温效果会变差 会 这我们都知道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念念不忘 刚开始买的时候多好 我们就是被它的虚妄相给偏了 那同样的啊 不管是疫苗啊 病毒啊 生死伤这些 我们就是要随顺因缘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透它 才能够放下 不然我们就是被这些虚妄相一直牵着跑 这样 什么问题 OK 好 所谓的随顺因缘并不是说 啊 他死了 他死了就死了 我就什么都不管 这不是真正的随顺因缘 而是说一个人的生命 我结束了 我们知道这个因缘就是结束 那你随顺生命结束这个因缘 可是你要不要珍惜他曾经 跟我们一起的时光 我们还是啊 还是珍惜啊 这些还是在我们心当中 我们不否认他 可是如果现在这个人已经往生了 我的心永远都在过去 他跟我的相处 那我就没有随顺因缘了 我一定要去接受他已经离开了 那他已经离开了 我们就祝福他 我们用我们的修行 用功回向 我们自己的心念要提起来 对 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好 因为我们无法让他回到我们 这世间 在佛法当中哦 生命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生 我们就有学习的机会 我们就有成长能够成就的机会 所以一般在佛法里头 一定是强调不杀生 所有的众生都有他爱好生命的特性 也有他们想要成就的因缘 所以我们不能毁坏他的生命 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已经结束了 我们就要承认他已经结束了 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继续看我们能对这个生命 虽然这一世间已经结束了 他还有另外一个起始点 现在是他的终止点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起始点 下一个起始点 我能够用什么因缘帮助他 我能够用什么因缘帮助我自己 面对这一个结束点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都在开始结束 开始结束 在这边生生灭灭生生灭灭 我们看不到这种无量的光明 看不到无量的寿命 看不到不生不灭的寿命 所以我们在看生死的时候 我常常是求生不得 求死也不能 求生为什么不得 我们想要求生啊 想要生命 可是我还活得好像不是生吗 可是我有没有好好的活着 我有没有好好的活着 我有没有很平安很寂静的活着 有没有 我们很感恩的活着 我活着是不是一直在努力的学情景行 是不是在学习放下 如果有那才是真正的好好的生 可是毕竟我们不圆满啊 这讲都很好听啊 每天要保持正面啊 清静行啊 不要起恶念啊 起善念啊 感恩的要知足啊 要放下啊 要无为啊 我们都会讲啊 对 讲是第一步 听也是第一步 但是怎么去实践 这个很重要 但是就是刚刚讲 我们还是人 我们离有学还很大一段距离 我们一直都还在学 对 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不圆满 真的要承认自己不圆满 可是要相信 我有最圆满最殊胜的佛性 在这个承认接受 跟另外一个的相信的大信心的力量 这两个我们都要兼具 生命才会是圆满的 才会是完整的 不然我们的生命永远都有缺减 你一颗圆球怎么滚 它还是圆球 如果不是圆的 冷冷嚼嚼 你就会滚来滚去 甚至滚不动 滚一滚也会自己受伤很疼痛 一疼痛通常不会怪自己 会怪别人 对啊 我们走在路上跌倒了 有谁会说 我没有正面 下次要提醒 对嘛是怪 这地为什么坑坑巴巴 为什么这里有洞 为什么你没有提醒我 对啊 我们常常就会往外怪啊 往外看别人啊 嗯 这是我执啊 所以这个我执真的是一生要面对的功课 嗯 对 所以这个刚刚说啊 求生不得 我们就是能不能好好的生 求死不能 你想死有这么容易吗 也不见得啊 你看多少人 他是很辛苦的 嗯 甚至卧床好几年 嗯 想要走没那么容易 嗯 所以无法好生 也不见得能够好死 这是设生的生跟死 我们的心 是不是也一直在这里生死 求生不得 你想要生起善念 有没有那么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对